我们第一个叫正身爆牌 正身爆牌的意思是我直接从这边打开 正身爆牌 刚刚我们讲过第一种爆牌了 我们现在讲第二种爆牌 刚刚我们讲的这种爆牌是正身爆牌 现在我们讲第二种爆牌 是什么正马 现在正手爆牌 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从这个手从这边穿出来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它的外围 那我当然我可以抱它的肩膀 还有腰 这样那种爆牌 当然了那我如果从七手里面 我直接变出来的这个位置呢 我抱他的脸 也可以 那么这是两手 好快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讲措手爆牌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是正手爆牌 所以讲措手爆牌 措手爆牌是建立在一个绑措手的基础上 那么如果我做的是绑对手 因为正好对着他 因为正好对着他 跟他打第二拳我不需要怕 你看 因为我正好对着他 可以做爆牌 做什么手法都可以 OK 那如果他再打了 那我如果做个绑对手了 绑了错了 拿打了 做什么手法都可以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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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